亲爱的各位同学 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三册的第31课 Lesson 31 A Lovable Eccentric 可爱的怪人 这个怪人为什么会可爱 咱们看看究竟怎么一回事 首先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打开书146页 先来看一看这棵书的生词和短语 动作快些 146页 好 跟我一起读 Lovable Eccentric Disregard Disregard Convention Conscious Invariably 注意 字母V出现还是上牙 清除下唇 我们发V这个动作 再来一遍 Invariably Invariably Routine Routine Schrewd Schrewd Eccentricity Eccentricity Legendary Legendary Routine Sn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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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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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dragg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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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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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olog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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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ri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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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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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ab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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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极了 这是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 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词汇 首先第一个词咱们先看一看这个指人或者指动物可爱的 诶 这个词大家都喜欢 我们就是把那个爱那个词字母E去掉加A B L E就好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注意字母出现V以后呢还是上牙清楚下唇这个动作 再来遍 Lovable Lovable 好 这个词表示可爱的 指人啊 指什么动物 小猫咪啊 小狗狗啊 这都可以 它首先拼写呢就有两个形式 还有一个形式是直接在love后面不去掉这个字母E叫A B L E 也可以 发音一样 咱们再来遍 Lovable 好 这个词表示可爱的 那同样我们先看一看它这个使用的一些场合 我们看看 比如说 本文中使用于A Lovable Eccentric 表示一个可爱的怪人 这是指人了 怪人这个词一会儿当中的词怎么会讲 再比如说A Lovable Actor 一个可爱的演员 很多粉丝喜欢他 A Lovable Dog 一只可爱的狗 很多人都爱这条狗 总之叫可爱的 指人 指动 都可以 那么指可爱的呢 在生活中好多词可以跟它替换 我们在口语和写作中就不至于出现雷同了 那么好多词 比如说 这几次出现了 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Ado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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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d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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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some Winsome 好 这几次都可以来替换上面的这个例子 是可爱的人呢 可爱的动物啊 这都可以 都可以 我们看一些那个含语略微有点特殊的 有特殊性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使用词也表示可爱的 但这个词一般强调小而可爱的 非常小巧而可爱的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Cute Cute 一般指小而可爱 你要指一个一米八的大男人 用Cute 这可能稍微差一点 稍微差一点 你比如说 Cute baby 一个可爱的小婴儿 特别招人喜欢 A cute puppy 一只可爱的小狗 这个大狗可以叫dog 小狗狗就puppy 或者A cute kitten 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也行 Kitten叫小猫 Q强调小而可爱的 用他 还有一个 深爱着的 这个一般是指自己最亲爱的人 父母子女 尤其指配偶 我深爱着的妻子 我深爱的老公 等等等等 而且这个词一般用在文言的书面里面 大声读一下 Beloved Beloved 这个词一般翻着深爱的 只能跟人 一般都是你最最至爱的人 比如说 My beloved wife 我最爱的妻子 My beloved husband 我亲爱的老公 等等等等 一般用在这个场合 这是几个表示可爱的 那么把类似的词汇和有区别的词汇放在一块 怎么把它记清楚 我们在用的时候呢 就会把它这个用的准确 好 这个词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 咱们就看一看题目中出现的这个怪人 我们跟老师再大声读一下 Eccentric Eccentric 好 这个词叫怪人 但是这个他做名词呢 叫古怪的人 但是这个名词记住 一般没有什么贬义词的味道 并不是指这个人是个怪胎 大家一看都特别讨厌他 就是这个人特立独行 他的行为举止跟言行 跟其他人不一样 甚至有可能是比较可爱的 这么一个古怪的人 所以呢本文中才能用lovable eccentric 来限定他 那同样的这个词 当形容词也可以 一般翻成异常的或者古怪的 也是指 跟一般的情况不大一样的 用它也行 我们再大声读一下 eccentric eccentric 大家可能还记得 这个词当形容词 表示异常的古怪的 也一般都指人的行为 指人的行为举止 跟其他人有些不一样的 特立独行的 用在这个场合 那我们看一些例子 我当然我们先看个 这个词的同根的一个名词 就是生死表中出现的 它的同根词叫做 怪癖 古怪行为 我们对比读一下 先读一下这个怪人 慢慢来呗 eccentric eccentric 再读一下怪癖 注意第一个字母意 诶跟着诶 这个声音口型大一些 再来呗 eccentricity 再来一遍 eccentricity 诶 叫做古怪的行为 或怪癖 第一个字母意 有e 变成a 这个发音的变化 我们在另外一组词中也见过 就像这个 动词的展览 exhibit 还有它的名词 展览 展览会 exhibition 你看有些 变成a 这个声音 我们体会一下 先读一下动词展览 或者这个词当名词呢 也可以表示展览品 也行 我们大声来呗 exhibit exhibit 你发现它是发 e 这个声音 但是展览会 这个名词 我们大声来呗 exhibition exhibition 就是把e 变成a 这个动作 上面这个发音变化 类似 我们先读一下这个怪人 eccentric 再读一下怪癖 古怪行为 eccentricity 诶 这个发音的变化类似 咱们可以放在一块记 有规律 这个记得快 下面我们看一看 这个 一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 这个怪癖 这个词的一个例句 这怪癖 这个词是可数名词 尽管人的行为 behavior 一般来说是不可数的 但古怪的行为 eccentricity 是可数的 看例子 one of his eccentricities is sleeping under the bed 他有一个怪癖 他的怪癖之一是什么呢 就在床底下睡觉 别人在床上睡 他在床底睡 我怕地震 天天在底下睡觉 他是这么一个怪癖 注意 这个词是可数名词 古怪行为 好 这个词特别好记 那我们看看这个词 我们指中心的这个eccentric 还有eccentricity 这两个词本身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贬义的味道 就是特立独行 这个人 或者这样的行为 跟一般人不一样 但未必惹大家讨厌 但是如果有一些意思比较重的一些字 比如说什么怪胎 什么变态的家伙 这用它骂人的味道了 我们就得换字了 你看这几个词一般我们翻译成什么怪 这个怪胎 这个怪家伙 古里古怪的 而且打扰到我们生活 让我们觉得别扭 难受了 这是明显贬义词的 这个一般别轻易用 这个说对方的话 对方会很伤心的 搞不好打你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个词 慢慢来 freak freak arble arble 好像一个怪球 这个ard 我们在第18个讲过 古怪的 但这不是指球 还是人 还有后面这个词也是 大声来没 weirdo weirdo 大家还记得18个我们讲过 形容词weird 可以表示奇怪的 后面再加个字母o 表示奇怪的人 但这些词都是贬义 强烈的一些贬义了 甚至还有一些词 比如说我们看 这个非常变态的人 一般我们发现性变态了 尤其是性变态这种 后面两个词 就从语气更重了 我们在大声读一下 sickle sickle 你看跟weirdo类似 都是形容词 后面加个o 这个人就简直有病 sick 不是病的吗 后面加o 尤其表示变态 性变态 还有后面这个词 大声来没 pervert pervert 一般也是指大家讨厌的人 尤其指很变态的这个家伙 那么我们看了这么多词 我们通过一些 这个视频的片段 来体会一下 生活中是怎么用的 比如说我们还是看 这个 这个老友记中的片段 我们把这片段 大概先听一遍 心中先有个数 oh that's good i guess you'll have a choice between my guy and your weirdo why would our guy be a weirdo that's just your taste 你和她这么说 这个是phiby呢 我们这集好像看过 phiby当时和channel monica 都给richo找了一个男朋友 这个phiby听说之后呢 就挺不高兴的 说我给他找男朋友之后 为什么你们还找呢 phiby这么说了 她这么说你看 oh that's good i guess you'll have a choice between my guy and your weirdo 那那好啊 但是好的说反话 is the irony 是个反话 但是我想这回呢 他就可以在我的 那个小伙子 还有你的 你们找那个怪家伙 怪胎之间做个选择了 channel 一听就不高兴 why would our guy be a weirdo 为什么我们找那小伙子 就是怪家伙呢 because that's just your taste 大家记得吗 在二十六个讲过 taste 表示品位判断力 这个词一般来说是不可数名字嘛 这是你们两个人品位嘛 物以论据嘛 物以类据嘛 你们两个就怪胎 找的家伙也是怪人 就好了 好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第二遍 能不能像听中文一样 听得清清楚楚 oh that's good i guess you'll have a choice between my guy and your weirdo why would our guy be a weirdo because that's just your taste 这个weirdo 我们看是怪人怪胎怪家伙 好 我们再看那个 指性变态的这么一个 也是 在Friends老友集中的一集 我们把这个有趣的片段 先看一看啊 先大概心里有个数 我看是个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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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片段我们看到这 下面详细来看一看 究竟对话中都说了些什么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当时啊 这个Chandler和Monica之间正在谈恋爱呢 他为了搞情调呢 给这个Monica拍了张裸照 就藏在这个杂志里面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情景里面 周一先进屋之后呢 就拿起这个杂志无意中看 就不小心那个照片就掉上来了 他拿来看 呦 原来是Monica的裸照 他正在看的时候呢 这个Richel进来了 闹误会了 还以为是周一偷拍的 是这么一个情景 你看怎么说 这个 呃 他进来之后Richel看到 哎 你怎么拿着这个Monica的裸照 怎么回事呢 就oh my god 那是Monica 哎呦我的天哪 那不是Monica吗 这怎么回事 周一说 哎呦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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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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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并不是我照的 嗯 他也知道害怕闹误会了 Richel呢 他并不相信 You get away from me You s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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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能听懂 你快离我远点 你这个大便便便 你个大变态 sickle就是性变态 大家可以这么来说 那 然后他这一抄抄呢 别的朋友 别的朋友听说说之后 从外边 鱼罐入就进来了 你看这对话继续 这Richel问 What's going on 咱们还记得在 这个第二课里面就讲过 What's going on 表示发生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们在十三等一里说过 然后呢 Richel就说 Joy has got a secret people Joy呢 有一个秘密的偷窥孔 他可能认为是 这个Monica在起早的时候 偷着拍下来了 have got 就相当于have 是一样的 有 这个peep和whole 我们还记得以前老师讲过 peep 可以比较偷窥偷看的意思 这个whole那是孔 但读快之后都用people 不是人那个字 为什么都用people呢 因为这个h 是被击穿了 李老师以前说过 如果这个轻辅音h 在后面有原因 在前面有另外一个辅音 连读以后呢 就会把这个h给打穿了 就是h就不发音了 我们体会一下这个发音 people people 确实跟people这个发音 几乎完全一样了 但是这偷窥孔 把这个弄清楚 好 后面这个Chander说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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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nder 哎呀不不不 你怎么能做这个事呢 他假装呢 其实这照照片就是Chander自个拍的 然后这对话继续 Ritio说了yes he has a naked picture of Monica 是的 他有一个Monica的裸照 he take naked picture of 他跟我每个人都拍裸照了 and then he eat chicken and look at them 并且他一边吃鸡 一边在欣赏 这个终于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然后呢 这个Ritio就拿照片让Russ看 look 你看 这不就是Monica裸照吗 Russ把眼睛给挡上了 这是dude 哎哟姐妹 这是我妹妹 这我是不能看的 我当哥哥看妹妹裸照 是不行的啊 dude 就我们是在朋友之间 哥们姐妹 这么给称为 然后Monica说gimme that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 她给抢过来了 这时候Phoebe呢 一开始没说话 这是她说话的 alright wait just wait everybody just calm down okay 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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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每个人咱们先安静 先平静平静 行不行 先平静一下啊 然后let's give a friend Joey a chance to explain why he's such a big pervert 让我让我们现在给我们的朋友 周一一个机会来解释一下 听到这儿 周一都以为是帮他说话的 结果后面是解释一下 他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大个儿的性变态 这周一听他就不高兴 no i'm not a pervert ok 不我不是一个性变态 啊 不不不不并不是这样的 哎 这个对话比较长 你看里面出现sickle 还有这个变态者pervert 我们把这片段再听一遍 看看在第二遍听的时候 能不能像中国人对话一样 听得清清楚楚 好 我们再来一遍 你 sicko What's going on Joey has got a secret peephole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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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He has a naked picture of Monica He takes naked pictures of us Then he eats chicken And then he looks at them Look Dude That's my sister That Wait Just wait Everybody just calm down Okay Let's give our friend Joey a chance to explain why he's such a big pervert No I am not a pervert Okay 好 但是咱們要記住本文中 這個eccentric 並不是這種變態的討厭的傢伙 否則都不可能用lovable來修飾 它是個中性詞 就是特立獨行 行為舉止 跟大家不一樣的人 但未必是惹人生厭 這麼一個人 好 這個重點詞 我們跟老師就看到這